要去拔牙了 一会儿要完成我年生中的一件大事 我要去拔智齿了 我在抖音 我在抖音查 拔智齿的 去马下切开牙齿 然后去处理 他要把这个牙齿活开吧 好香啊 可太吓人了 我不能看这个东西越看越吓人 不敢拔了怎么办 我今天好焦虑呀 哈哈哈哈 咋着 我有点后悔了 我不想拔了 就让它长着 这些不妙呀 我 solchen部分 那个 şimdi 可以 Respons了 好 明天 还cks 我可以站在这吗 你要不害怕 他也太害怕 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他这个不用切 不用切 小姑娘那天把肉切掏出来的 那都一生都没坑 没事你不用害怕 你自己给自己先下都不行了 等你一会儿拔完你就其实没什么 没事的 就是正常的拔牙 就在这上拔牙 我也没拔过牙 你拔过牙 今天拔一次就知道 下次就不害怕 不希望有下次 你拔一次 感觉首先麻了是吗 嗯 先拔在下面 然后把下面打上面再麻药 肿了什么感觉 嗯 你看看 嗯哼哼哼哼 哎呀 哎呀 就是感觉有点跟肿了一样 哎呀 哎呀 咋呀 什么感觉 咋呀 没变化 他只不过是因为肿了 他感觉麻了 他感觉肿了 没肿 你这都是心理作用 你大好多 这没有走 明天就是走了 明天就是走了 哈哈 什么呀 哈哈 你看就感觉是走 这个味道麻呀 舌尖是吧 坐着拉脸 就这样 走着眼眼眼眼 都麻了是吧 然后舌尖也麻了 嗯嗯 嗯 满满的 哎哎哎哎 整个眼睛很麻的 没有感觉 嘴没有接觉的 哎呀这有镜头看一下 明显就肿了一点吗 哈哈哈哈 行啊终于完成了人生的语言大气 第二两颗鸭肯定还挺拔 哎呀来来个这鸭 耶下次跟整整一起来 我拔下来的鸭 为什么没有三个 我不是拔了两个鸭吗 我还有个四个 这个是四个 这个是四个 哈哈哈哈 好吓人啊 鸭子长歪了 什么 还在这血呢 哈哈 我吓人了 太后拔了 下个月可能还得拔了 我不敢拔了 你不敢来了 有点害怕 我以为你不胖了 我学周圆满了 我学周圆满了 应该没有拒绝了 都不疼 你删我一把的 都不疼 还是疼的 怎么办呀 你真的应该理个发子过来吧 是吗 是吗 我发现乱了 就更上癢 会更上癢 不重要了 你脱发 我明天要理短发 现在就感觉是被折磨了一番 凌乱了是吗 明天去理发吧 现在就到这里吧 你表白了 你不太想找你 我讨论你 猪磨坚